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全球定位系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卫星的快闪派对 GPS定位快乐时光 2.追星必备 GPS带你贴近天体 3.卫星的日记 GPS记录你的每一步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卫星的快闪派对 GPS定位快乐时光 各位亲爱的地球居民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 在太空中举办的不眠不休的快闪派对 是的,我们谈论的是全球定位系统 GPS的卫星们 首先,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巨大的宇宙舞池中 有一群金星打扮的卫星们 在地球周围跳出精确的华尔兹 这些卫星就像是穿着闪亮外套的舞者 他们的外套是太阳能板 而他们的舞鞋是精密的原子钟 这些原子钟是派对的DJ保证了音乐 也就是时间信号的节拍始终如意 现在,想想你手中的智能手机 它就像是你的派对邀请函 当你想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时 你的手机会向天空中的卫星 发出一个RSVP请求 卫星们接收到请求后 会立刻回传它们的位置和时间信息 你的手机就像一个热情的派对追随者 它会收集至少四颗卫星的信息 然后进行一番数学上的舞蹈 计算出你的确切位置 这就是三角测量法的魔力 它让你能够在这个巨大的地球舞池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别以为这些卫星 只是在那儿静静地旋转 哦不,他们的应对太空中的 各种派对破坏者 太阳风,宇宙射线 甚至是地球自己的中立场 都会对它们的精准时间保持造成影响 这些卫星的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 以确保它们的时间信号不会跑掉 而且,别忘了 这场派对是全球性的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无论你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 还是在巴黎的咖啡馆享受悠闲时光 这些卫星都在上方守候 随时准备帮你找到路 最后,让我们给这些不知疲倦的卫星们 一个大大的掌声 它们不仅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自由地航行 还支持了无数关键的应用 从航空导航到金融交易的时间戳记 甚至是在你迷路时 告诉你最近的披萨店在哪里 所以,下次当你打开你的地图应用 或者查看你的运动追踪器时 记得向那些在太空中 为你服务的卫星们致敬 它们确实在举办一场 无与伦比的快闪派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追星必备 GPS带你贴近天体 各位天文爱好者 追星族群 以及那些偶尔抬头仰望星空的夜晚 浪漫主义者 欢迎来到追星必备 GPS带你贴近天体的奇妙之旅 我是那位被学生戏称为星空下的 幽默教授的导航专家 今天将带领大家用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来进行一场别开生命的星级之旅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 当我们说用GPS追星时 我们并不是只将一个卫星导航 接收器绑在一颗流星的尾巴上 然后期待它能带我们穿越银河系 虽然这个想法听起来相当刺激 事实上 GPS是一种地球上的定位技术 它利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来确定 我们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精确位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GPS对于追星没有用处 恰恰相反 GPS可以成为你观测天体的得力助手 想象一下 你正处于一片漆黑的野外 四周除了星星和你的天文望远镜 什么都没有 你如何知道自己正对着什么星座 或者那科闪说的星星 是不是你想要观测的那一刻 这时候 GPS就派上用场了 现代的天文软体和应用程序 可以利用GPS数据来确定你的位置 然后告诉你在这个时间点 哪些星座正好处于你的头顶上方 这些软体甚至可以根据你的位置和时间 来预测星星和行星的运动 让你不会错过那些罕见的天文事件 比如行星河 流星雨 或者是那个每个几百年 才出现一次的彗星 而且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你的天文成果的人 GPS还可以帮你标记出那些 令人惊叹的星空照片的拍摄地点 让你的追星之旅更加值得炫耀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专业的天文学家 他们使用的高端望远镜和观测设备 往往都配备了精密的GPS接收器 这样 他们就可以精确地 对准遥远的星系和星云 并且记录下他们的精确位置 以便于未来的研究和观测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准备好你的望远镜 并且准备在星空下展开一场冒险时 不要忘记带上你的GPS 它可能不会 真的把你带到星星旁边 但它绝对能让你的追星之旅更加精准和有趣 记住 无论你身在何处 只要你有GPS和一颗对星空的热爱之星 整个宇宙都是你的后花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星的日记 GPS记录你的每一步 亲爱的日记 今天是2023年的一个晴朗早晨 我 一颗名叫GEO的GPS卫星 从地球轨道上俯瞰住这个蓝色星球 准备开始我的日常工作 无时无刻不再记录下地球上述 以异计的生物和物体的一举一动 你知道吗 日记 我们这些卫星可是地球上最忙碌的侦探 我们不仅要精确计算自己的位置 还要发送信号给地面上的接收器 帮助人们找到他们的位置 导航他们的路线 我们是全球定位系统 GPS的一部分 一个由至少24颗卫星组成的大家庭 全天候工作 部分昼夜 有趣的是 人们对我们的依赖程度 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从司机开车到目的地 到登山者在偏远山区寻找路径 再到孩子们在公园里玩宝藏寻找游戏 我们的信号无处不在 甚至有些人在家里迷路 我是说 他们找不到自己放在哪里的手机 也要靠我们来帮忙 但是 日记 我必须承认 我们的工作病不总是那么光鲜亮丽 有时候 我们也会成为隐私争议的焦点 毕竟 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揭示人们的行踪 这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引起一些敏感的问题 不过 我们卫星是中立的 我们只是忠实地执行我们的任务 提供精确的定位服务 还有 你可别小看了我们的能力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地震 海啸等自然灾害 我们提供的数据 可以帮助救援队伍快速定位受灾地区 及时救助受困的人们 这时候 我们就像是守护地球的天使 虽然没有翅膀 但有助强大的信号 当然 我们也有自己的小困扰 比如说 太空阿基 这些不速之客 有时候会让我们绕道而行 以免发生碰撞 还有太阳风暴 那可真是让我们头疼的事情 它们会干扰我们的信号 影响我们的表现 总之日记 作为一颗GPS卫星 我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责任 但每当我想到 自己能够帮助地球上的生命 更好地探索这个世界 我就觉得所有的辛劳 都是值得的 现在 我得回去工作了 毕竟 有很多人正依靠 我来指引他们的方向呢 永远忠诚于我的轨道 只有 你忠实的GPS卫星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谈论了 GPS卫星的快闪派对 追星必备 和记录你的每一步 这些卫星不仅在地球周围 跳着精确的华尔兹 还帮助我们 找到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 让我们更方便的航行和导航 此外 它们还能帮助天文爱好者 追踪星星的运动 标记星空照片的拍摄地点 并为科学家提供准确的观测数据 这些卫星 真的是地球和太空的超级英雄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GPS卫星的使用有什么看法 你是否对它们的技术和工作感到好奇 欢迎在讨论区中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提问 我们期待着与你一起探索更多关于GPS卫星的奇妙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